硕大的牛肋骨被一刀斩断 干净利落 如若无误 看着就过瘾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端道大赛第3集第14集 大家好 我是山哥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题目 达造出现样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1万美金的奖励 二帅 老白 乐哥 三位评委已经就位 四位选手排队进入端工坊 埃瑞克 华特 乔 西奥 他们与冠军头衔和1万美金的距离 是三回合的比赛 每回合淘汰一人 最后剩下的将获得一切 桌子上摆着4个盲盒 每个盲盒里都装有神秘钢材与特殊技巧 裁判规定挑选盒子的顺序 华特选了第一个 里面是大马士革金属罐与轴成滚珠 接下来是习奥选的第二个 八块钢材与纹理技巧 紧接着是乔挑选的第4个 钢片与大马士革钢技巧 最后的埃瑞克别无他选 钢片钢棒加金属镶嵌技巧 各自打开属于自己的盲盒后 进入第一回合 10分钟设计三小时锻造 计时开始 埃瑞克采用库尔库开山刀 与暴力猎刀混合型设计 镶嵌技巧也是软钢加硬钢的三枚钢技巧 做起来很困难 但成品很坚韧 喜好要利用纹理技巧打造 萨克逊开山刀 将所有钢材焊切后 断肠整平再打刀刀剧 乔想用刀刀型的库尔库开山刀设计 大马蛇钢师将钢材焊切后 切开折叠再切开再折叠的锻造技巧 华特要打造的是日式斜拆 四种盲盒技巧最容易出色的就是金属罐 在里面放入滚珠和钢粉后 封闭加热焊接 后续还要去除金属罐外壳 取出钢坯造刀 设计完毕赶紧开始锻造 华特第一时间将修整液倒入金属罐 这东西的作用和液态纸一样 防止钢坯与金属罐焊在一起 乔这边也不轻松 他要尽可能做出多层的大马蛇钢钢 层次越多刀片就能更强更坚固 埃瑞克加入软钢后用到了枣子 二率的建议是将软钢拉长后 折叠放入高碳钢 这样要比他现在的做法省力很多 需要带着钢坯上了动力锤 四人中他最轻松进度也最快 没办法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乔将钢坯断长后切开折叠 现在已经有36层 还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 让评委组暂不绝口 反观旁边的埃瑞克就难受许多 他甚至已经用上了研磨机 却仍然没有在软钢上磕出凹槽 也没有采用二率提到的办法 时间只剩一个小时 他还能完成任务吗 此时滑特的钢坯已经出炉 在移除金属罐时也遇到了麻烦 金属罐很厚 他尝试了很多办法 最后终于在研磨机与锤子的帮助下 取出钢坯 评委组都不禁为其鼓起了掌 太难了 埃瑞克再三受挫后 终于开窍不再遭勾 问题是时间仅剩15分钟 要怎么做出完整的刀片呢 其他选手可都是已经开始热处理了 喜奥在脆火前在刀片上涂抹粘土 乔一看不甘示弱 他也要做纹刃 二率非常不认可这种行为 在大马师哥钢上加纹刃 不是化石天族是什么 华特喜奥与乔几乎同时进行脆火 埃瑞克忙了半天 也终于将刀片放入脆火油 15分钟把钢坯做成了刀片 脆火后油在弯曲 想要做三点角质时 10秒倒计时响起 没办法只能放弃 倒计时结束 重刀将停手 该让评委们看看他们的记忆如何了 埃瑞克先来 紧忙赶工出来的刀身有不少瑕疵 希望下面的焊接处不会裂开 华特的鞋帅上有漂亮的花纹 这也是金属罐的做法优势之一 挥起来很舒服 非常好的作品 乔的克尔克开山刀 本来有很美的梯形花纹 二率非常不理解他为何要做纹圆 而且黏土也是造成刀身弯曲的原因之一 喜耀的纹刃做的也不咋地 黏土涂抹过多 让刀身看起来像是长满了藤壶 本次比赛的作品瑕疵太多 评委组需要仔细检视一番 喜耀的刀难看归难看 但没有从上面看得到裂痕延伸 乔的最大问题就是刀片和刀柄的结合处 非常弯曲 华特的刀很漂亮 没有问题 埃瑞克刀片的结构让老白很担心 可以看到焊接的痕迹 无法确定里面的高碳钢含量 和淘汰的选手是埃瑞克 锻造方法没有选对 让他耽误太多时间 很遗憾 不能看到他真正的记忆 剩余三位挑战者进入第二回合 三小时时间来设计制作刀柄 几时开始 制作刀柄前 乔需要先绞制刀身 这将是个很惊险 也很费时间的过程 华特没有直接开始做刀柄 计划是先修正刀片几何 否则会严重影响刀具使用 喜耀正在做的是 磨掉刀身上的瑕疵 那些藤壶一样的东西 很银行美观 磨完刀 华特挑选了硬化刘结木 要做日式隐藏刀根的手柄 这是一种经典又刻受古法的技巧 乔处理完刀身 选取了七叶术刘结木 制作刀身的过程 就像是在拼积木 看上去很新奇 不过二帅有点担心 是否能够粘合结实 乐哥则是认为 高报酬就会有高风险 想要脱影而出 可以适当冒险 小光磨刀就用起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看到他挑选手柄材料了 他找到两种人造材料 做相对简单的刀柄 因为时间不如其他人充裕 恶魔地狱般的倒计时响起 第二回合的时间到 二帅首先入场进行强度测试 用牛骨来检测刀刃刃的硬度和耐用性 喜好先来 看身刀奋劲力的劈砍在牛骨上 三刀过后一根骨头被劈断 刀刃虽没有缺口 但有些褶皱 第二个是乔 克尔克看身刀同样用了三次斩断牛骨 发力时刀柄会在手里稍微旋转 刀刃没有缺口 不是因为硬而是因为厚 最后是华特 斜拆在第二次劈砍时发出轻碎的声音 断了 不是牛骨是刀 他在修正刀片几盒时将刀抹得太薄了 到此武器测试已经不用再进行下去 华特的刀具出现惨烈的断裂 必须请他离开断工坊了 竞赛有输有赢很正常 但希望他以后的刀不会再断 否则就有些不正常了 恭喜乔宇喜好 他们的刀具强度为他们夺得晋级决赛的资格 前两回合 二人拥有节目组的工具和设备 锻造带有个人风格的刀具 那么第三回合将是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设备 锻造出节目组要求的东西 日本剃刀 剃刀于1000年前出现于日本 是为日本武士所用威力强大的长兵器 担任刀片微温 安装在长木柄上 还是武士妻子的首选武器 最后挑战就是锻造它 刀片长度17到19英寸之间 总长度在90到92英寸之间 五天时间回家锻造 期待二人的表现 对日式武器最在行的华特 已经先一步回家 很遗憾他没能挺到第三轮 不然就会有很大的几率作惯 乔没有做过剃刀的经验 制作上有些困难 只能尽力而为 钢劈选用大马尸鸽钢 来个三四百层确保强度 喜好要做的是三枚钢 外部韧性十足的软钢可以吸收冲击 内部坚硬的高碳钢确保刀刃强度 但做到一半他发现外层软钢一直剥离 这么大的钢坯还是太难控制 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用纯粹的WR钢 这种典型的高碳工具钢 含碳量最高可达1.5% 强度不算突出 但有着不错的刀锋保持力 瞧这边的大马尸鸽钢坯造得很顺利 第二天已经开始让刀片初步成型了 接下来的研磨和热处理进度飞快 脆火时他用了不常用的特别油量 脆火槽在刀具放入后 洗了非常大的火 好在老父亲带着面火器赶到紧急救场 才算是没酿着大祸 瞧有些沮丧 这次的高风险没带来高报酬 喜奥开始制作护手 他决定采用简单的低技术扭转 是欧洲常用的一体式护手做法 手柄选用非常有弹性的白蜡木 可以轻松承受击中硬物的冲击 瞧于第四天完成二次脆火与打磨 接下来可以做刀柄了 材料同样选取稳重的白蜡木 还在上面刻了字 细节满满 喜奥则在刀柄上包裹了浮红皮 一种很传统的刀柄包裹材料 让武器看起来鼻格满满 五天时间很快过去 两位挑战者回到赛场 喜奥的剃刀打破传统 做了个欧洲风格的一体护手 乔他的刀采用了130层大马尸鸽钢 也用浮红皮对刀柄进行了包裹 制作精细 首先由乐哥进行锋利度测试 他还会用榻榻米和牛肋肉来检测刀刃 喜奥先来 牛肋肉被斩断 榻榻米几乎被斩断一根 操作感很棒 但刀片有点弯曲 下面是乔 剃刀轻松砍断一根榻榻米后 将牛肋骨一分为二 刀片很锋利 但刀柄接缝裂开 整根刀柄也出现很多裂痕 鉴于乔的作品有重大失败 本集的测试到此终止 评委组也无需商业做出决定 乔的武器刀柄基本无法使用 失去了争夺冠军的资格 退场 喜奥的剃刀虽然有弯曲 可还没到不能用的程度 虽然他自己觉得有些胜之不武 但冠军也只能是他了 以上就是断刀大赛第三季 第十四季的内容 本集出现的日本剃刀 是日本长柄武器的一种 也可以写成眉尖刀 柄长 刀浮宽 耐良时代到平安时代 作为僧兵护手寺院所用的武器 有出色表现 而苍连时代帽到试听时代 成为了战场的主要武器 在应人之乱的时候 因为不适合密集战斗 而被枪替代 标准是刀长11-24英寸 但30英寸长刀也有 柄长通常在3-7英寸 再往上就是大剃刀了 最长有11英寸 足足有3.6米 对了 剃音同剃不念智哦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